这三张图 你觉得哪一张的化学反应速率最快呢 我想眼间的你一下子就能回答出是C图 因为固定反应物浓度A内 C图的反应速率是最快的 但这样的口语观察描述 在科学定量上并不够精准哦 所以为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若能量化这三张图 就能够让人很快的知道它们之间的差别哦 化学动力学家将这三张图分别进行积分做图 可得以下图形 这是灵机反应 反应速率与反应物浓度A无关哦 积分以后 以A浓度对时间T做图 可以得到一个类似直线 这是一级反应 反应速率与反应物浓度A乘等比关系 积分后以自然对数A浓度 对时间T做图 可得一个类似直线 这是二级反应 以A浓度导数对时间T做图 也可以得到另一条类似直线哦 根据实验数据照样画出此三张图 由何者较具直线关系R平方值 越接近于一者就可以以此来判断反应极数 以及由线性斜率可以求得反应常数K值哦 反应极数越大者也就是二级大于一级大于零级 反应速率越快 这样就可以量化化学反应动力学 所以我们今天的实验目的就是设计实验模式 点钟实验来追踪化学动力学并且量化它 详细点钟实验的原理 各位同学可以从另一部影片 初期反应速率法来学习 在这里就不重复叙述了 本影片着重在实验数据整理 借由反复观赏影片 就能清楚明了实验的精髓哦 好的 那我们就开始了 这是你实验完成后的数据 总共有6杯反应条件 得到6个反应时间ΔT 接下来就是重头戏哦 如何整理数据 接下来让我们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吴老师哦 现在要为大家示范的试用 Excel完成积分座图 求出本实验反应物K2S2O8的反应急速 急速率常数 在Excel操作分成两大部分 首先建立表格资料 在工作表建立示篮资料 分别为反应时间 浓度 自然对数 导数 我们先把反应秒数浓度输入进来 在自然对数部分 我们利用Excel的函数来执行运算 来到C3储存格 输入等号 LN 左括号 选取B3储存格 再输入 再输入右括号 按下Enter 这数值就是0.0111的自然对数 接下来回到公式所在的C3储存格 把滑鼠移到右下角出现黑色实心加号 按着滑鼠左键向下拖曳 就可以将公式快速复制到下方储存格 自动完成计算 再来导数部分的处理 这里是利用Excel的公式来执行计算 在D3储存格 输入等号 1 除号 选取B3储存格 按下Enter 这数值就是0.0111的导数 接着用拖曳的方式完成下方的资料 再来的重点是格式的设定 在Excel储存格预设是通用格式 为了让表格中的小数位数有一次性的显示 通常会进行格式调整 首先选取资料 把滑鼠移至上方常用数值 点选右侧展开图示 就会出现设定的对话框 左边类别 选数值 右上小数位数 改为4 显示 选第四项 确定 资料的格式就设定完成 总结建立表格资料的重点 一 用函数或公式完成计算 并用拖曳方式快速将公式复视到下方储存格 二 数值资料的设定 接下来第二部分做图 这实验需要做出三张图 分别为零级 一级 二级 在零级中 选取时间浓度这两栏资料 在上方工具列 插入 选图表 XY三部图 第二项 带有平滑线及资料标记的三部图 图表就会自动产出 再来 新增三个图表项目 在上方图表工具设计 左一新增图表项目 点开第二个 做标轴标题 组水平 组垂直 都加进来 再来 趋势线 线性 现在要修改标题 再来 加入趋势线相关资料 来到图上 把滑鼠移到趋势线上方 快按两下 视窗右侧就会出现 趋势线格式对话框 来到最下面 把图表上显示公式 即图表上显示R平方值打勾 图表上就会出现这两个趋势线资料 零级的图就完成了 再来是一级的图 这边所需要的资料为非相邻的两栏 所以先选取时间 再来按着Ctrl 选取LN这栏 一样插入图表 XY散布图 就会自动产出图表 接下来跟刚刚一样新增一些图表项目及资料 再来以相同的方法完成二级的图 从这三张图 我们看到其实每一张都趋劲直线关系 那我们又该如何知道反应急速呢 图上这条趋势线是以线性图形的方式显示资料的趋势 用来预测分析 那怎样的趋势线是有效且准确 就是看趋势线的R平方值 R平方值是一个0到1的数值 R平方等于或接近1 代表趋势线越可靠 所以这三张图中以一级的R平方最大 最接近直线关系 表示K2S2O8的反应急速为一级 数率长数为负的斜率 在直线公式上 斜率为负0.0022 所以数率长数就是0.0022 单位为秒数分之1 在做图部分总结有三个重点 1 图表选择XY散布图 2 新增图表项目 坐标轴标题 主水平 主垂直 趋势线是线性 3 显示趋势线R平方直线公式 以上就完成了这次实验的数据处理 太棒了 如果到此步骤 你都非常顺利 真的是要大大的恭喜你哦 同学由示范数据结果得知 点中实验反应物过硫酸钾的反应急速 是一级反应 你做对了吗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